大家好,我是耳科赵医生 今天是5月31日 5月的最后一个门诊 时间过得好快 2021年5个月过去了 开头的这个病例呢 是一个怎么说呢 严格的说也是一种万尔道的叮咛双色 但是有点不太一样的是 它的叮咛组织偏油 就是咱们老说的这个油耳朵 前两天还有人私信问过我这个事 说这个很焦虑啊 说这个因为家里人这个是自己是什么油耳朵啊 然后担心孩子会不会也是 这个没有必要担心想他没有用 这个是由我们的基因所决定的啊 个人的体质问题这个是没有办法去逆转改变啊 出现了只能是平静面对 这个人类的技术目前还没有办法去调整这个啊 这有一少部分人呃 呃 味道叮咛分泌油脂比较旺盛 这个这个是一个特殊类型啊 当然也不是说油耳朵的人个个都会这样啊 他也是个比例问题就是相比较呃 干性叮咛的人来说啊 油耳朵出现这种 阻塞的概率要高一些啊 是这样说的 不是说油耳朵个个都是这样啊 因为他的油脂成分较多啊 不容易自然的 脱出啊 一个是本身有粘性啊 第二个比重也比较高啊 内镜镜头一下就蹭上了 另外还有一个关于这个跟叶秀啊 是咱们俗称的这个胡臭的这个问题啊 这两个是有交集 就是有一部分人是同时都有 因为呃丁丁线啊 也是一种啊 我们皮肤上的一种线体 它跟呃叶秀的这个啊 有一些类似 所以他们好像有共同的基因位点 具体我没查过 我也是在非专业的这个啊 医学信息的这种啊 帖子上看到过啊 没有去详细的去正经的找专业的学术期刊看过啊 他们存就我的感觉来讲是存在一定的交集 就有一部分的人同时就也都有 那有的人是就只有耳朵里有这个啊 其他没事 而且这个跟前面是同样的一个问题 这个没有办法去改变啊 没有办法改变 担心也没有用 对吧 既来之则安之啊 想办法解决 好啊 前面是一个油耳朵啊 后边是啊 在骨膜表面的 啊 真菌啊 这个啊 本身真菌倒没什么 不是一个什么麻烦的问题啊 但是这种后期啊 自己的刻意的加工 把这些东西 真菌的组织啊 包括皮肤的精神代谢产物啊 通通的通过棉签怼到骨膜表面 这个处理起来就比较麻烦了啊 这个玩意儿 本身对皮肤就有一定的粘腹性 包括骨膜啊 他对骨膜上皮 也有一定的这种粘腹的这种啊 现象 跟普通的定睛是不一样的 普通的定睛组织 蹦几下就慢慢就出来了 像这种 顶上去以后很难自然脱落 清理起来也极为困难 因为正对着骨膜上啊 不管是用器械去直接清理 然后或者是用冲洗的方法 都比较困难啊 所以没事 没事的说 别老纳眠签就瞎捅了 除了上药啊 个别情况下去涂一些软膏 那没招了啊 纳眠签涂一涂 平时不要说因为耳朵有痒 有点痒 或者是感觉耳朵有点水 就让棉签乱捅 这个 没什么用啊 反而容易惹事 虽然说不是每一个棉签 都能捅出这个来 但是 这也不知道是谁 你弄出来 你能碰见我还行 你还碰不见我 这一团东西 折腾出来 这可费劲呢 在我这都很费劲 这也就从骨膜上把它剔下来 就是这样 劲儿还不敢大了 其实大家有骨膜踢穿了 捅穿了 这两天 这个咱们国内 0033的疫情 一直 不是这两天 是最近一段时间 一直都有 再次提醒大家 咱们的这个新冠疫情 没有结束啊 这个 从整个的 大的方面啊 从这个全球方面来讲 这疫情压根就没结束过 只不过因为咱们 所处的这个小环境 非常好 所以给大家造成这种错觉啊 我们 内地大部分的 朋友都已经 基本上是正常生活了 除了很多地方 我看私下的交流 都已经不怎么 连口罩都不怎么戴了 所以还是提醒大家 一定外出我小心啊 这能打疫苗了 赶紧打 这几天看新闻 很多地方 因为有这个 灵清的这种病例啊 大规模的排队疫苗注射 这是一个麻烦问题啊 这是给大家带来很多不方便啊 啊 这东西是一个很长期的 问题啊 即便是疫苗打了 有一些基本的 习惯还是要尽量的保留啊 能戴口罩的 尽量的戴口罩啊 回来洗手啊 什么这些基本的 卫生习惯要养成 这边这 这是同一个人的左右侧 这网络问这人是不是左撇子了 他左边 这他左边耳朵啊 左边耳朵怼的更加的磁力 包括外耳朵的顶上啊 这外耳朵顶上都有点肿了 这边的真菌的痕迹啊 在这个黄色的啊 这个下边白毛啊 真菌的白毛 是很明显的 没有内镜的条件下 采用软化冲洗啊 这个是 这个是一个不得已的方法啊 当然有一个冒险的因素 就是万一你骨膜有窗孔 这一冲啊 真菌的东西 就可能会冲到中二里去啊 骨膜完整倒还好说 但真菌的冲洗跟叮咛是不一样的 这个冲起来可费劲了 反复冲很多次啊 有的人这个还比较敏感 这水流一冲进去就七魂八素晕了 好嘛 这个把骨膜怼的这叫一个磁力 这个其实操作的时候也看不到骨膜 嗯 就是凭感觉啊 凭手感 把这个组织跟后方的剔开 拼着手感 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不舒服啊 肯定有点不舒服 因为我们的骨膜是传递声音的 本身对这个就极为敏感 像声波的这个声波的这种刺激 它都能有反应 这么大个铁家伙捅上去啊 动作啊 一定要千万要小心啊 这从另外一个方面也可以说 就是自己用棉圈涂药膏 对于骨膜来说啊 是相对来说是安全的 你可以想象一下你自己南棉圈涂药的时候啊 如果说顶到骨膜以后你是有感觉 就跟我现在这样 你不可能说已经察觉到顶到骨膜了 还洗白了往里再使劲 把骨膜生生捅穿 这个概率是极低的啊 当然旁边有人碰你一下 或者你不小心胳膊碰到哪了一下啊 这是另外一回事 当然有的时候这个对外耳道啊 是另外涂药的时候 有的人外耳道比较窄 这个棉圈又偏粗 在外耳道里移动的时候 容易对外耳道可能造成擦伤啊 这个是有可能 但是对骨膜来说还是安全的 你想想这帮人拿棉圈 把骨膜表面砸成这个样子 打夯夯成这个样子了 这个骨膜都没破 这个后期啊 涂这个 把这个抗争菌的软膏灌进去啊 表花 证据啊 今天是一个油性的丁宁和两侧的啊 骨膜表面的证据清理啊 表花打进去灌满啊 因为它肯定有些地方有散碎的 证据包子的残留啊 就是这种就是用冲洗也不可能避免的 所以就这种啊 饱和式攻击啊 表花整个给它灌上 骨膜表面覆盖满啊 这个外耳道打一层 有的时候窄的话 整个打磁式就行了 双侧啊 通通打磁 打完前来两天会比较闷呢 好在这个软膏吸收比较快 一般一两天之后啊 听声音就没有那么难受了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结束了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周四再见